這麼多的聲明稿 這麼多的字就知道一定是有很大的事情 不然的話一般來講 這麼多字觀眾會展台 可是大家完全不會轉 因為是尼澳以及時樂都有他們這個聲明 而且都是戴麗林 都是黃沙沙的規篇 而且我發現有個玄機 尼澳這家公司 他有跟戴麗林聯名去發聲明 但是時樂有單獨一個聲明稿 時樂聲明稿是黑臉 然後尼澳是白臉 尼澳用這個方式 對民眾黨略為比較友善 但是時樂就揭露了很多他們聲報不實 甚至涉及衛造文書做假帳的問題 我們今天一次都給他揭秘 我們先講你要這個稍微對民眾黨比較友善的 你看他在那邊說 媒體主持人名嘴 媒體是這間 主持人是這個名嘴 就在這裡 議員 陳偉潔你們有贖會 然後他錯誤指稱 什麼活動的這個行銷執行 就剛剛講的那幾場的費用 開票活動執行費 對 他講的比較精確 說這個是選前週造勢執行費 造勢執行費等等的 高雄廠 什麼廠的 台中廠的執行費 不是單獨開票收三次的這個費用 對 然後他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說對於不實的報導跟指控要自行澄清下架或刪除 他叫我們新台派上線要澄清 要下架 要刪除 哇 我很久沒有聽到這麼帶走的要求了 不然保留法律之水就是要告人 可能會告人 但是 跟正好這邊就有意思了 本公司在知道該媒體不實報導後 已向民眾黨部詢問並要求更正澄清申報內容 避免本公司遭不實實行第三者指責跟誤解 你都說是不實報導了 你幹嘛要民眾黨要更正內容 因為從頭到尾都是民眾黨申報的問題 民眾黨申報你 尼奧創立行銷556萬的項目 就叫做開票活動執行費 開票活動執行費 開票活動執行費 是民眾黨申報錯誤 對 所以民眾黨錯 我們把它爆料出來 給大家知道這個之後 所以才會有 這個公司他緊張了 因為他涉及聯合做假帳的法律責任 所以說他是知悉媒體 確實準確的報導之後 叫民眾黨趕快更正內容 我跟你講這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民眾黨沒有報錯 是你現在在創供 一種是民眾黨報錯 所以你受委屈 可是怎麼樣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我們是按照民眾黨在監察院網站的 政治獻金報導 說你要有做開票活動執行費 你憑什麼說我們亂報導 你如果敢點名我李正浩 我把你告到脫庫 對啊 所以起來戴烈玲跟民眾黨關係是還蠻不錯 對 就算是民眾黨申報不實 他還說要先 先罷媒體 先告明之類 先告明之類 我們是幫你 我們幫你要抓出了他們民眾黨申報不實 你不感謝我們 每個人發個紅包就算了 還威脅告我們 好怕 你好 但是後面就要講到說 我們這些媒體人 在節目說戴烈玲跟黃珊珊是 是閨蜜也是亂講話的 聖山解密 他嚴重否認 我們公司沒有政治立場 但是在下面的代表上講說 戴烈玲結識黃珊珊 從2018年的時候做一個法律服務 不是 2018年前就做法律服務認識 後來 2018年黃珊的選舉 開始無常幫黃珊珊拍影片 但重點是 他跟黃珊珊就很熟 你就是姐妹 就是閨蜜 女生跟女生的好朋友就是閨蜜 你為什麼否認說我跟他不是閨蜜 我們只是認識 我們認識了 2018年前就認識 2018年他選舉的時候我還無常 這一次還把柯文哲競選 你們就是認識 請問你要反駁什麼嘛 你選舉的時候有人幫你拍一堆短影片嗎 有啊 我兄弟啊 我認識佛樂 兄弟嘛 兄弟嘛 不然誰會不收錢嘛 好啦 那所以說這邊就證明了 他後面自己澄清說 澄清了半天之後 戴烈玲就跟黃珊珊很熟啦 他本來整篇稿以為要打臉 就裡面錯誤百出 破綻百出 第一個他證明了是什麼呢 是民眾黨部要求更正 澄清申報 是民眾黨部申報不實 第二個 他也證實了戴烈玲結識黃珊珊 你們的閨蜜有什麼好吵的嘛 沒錯 那你要講完就講完另外一家公司 實樂 哇 這個事情就非常的大條 因為實樂 我們大家會注意到 也是因為有一個公司叫做實樂股費有限公司 四百七十五萬 臺南造勢大會場地費 四百五十萬 桃園造勢大會場地費 被我們踢爆什麼呢 臺南造勢 是他們還記得嗎 尊網路嘛 路邊不是圍個兩線道就來辦造勢嗎 尊網路借路權三萬塊 桃園造勢大會 陽明一東公園 我們昨天問了黃祭平一萬二 你場地費報四百七十萬 場地費報四百五十萬 我不懷疑你懷疑誰 對啦 這個金額 這邊還找到 桃園市公園場地保證金基準表 三公頃以上超大 超大的 基本上上午六千 下午七千 晚上九千 給你加起來大概兩萬五千多塊 對啦 這加保證金 保證金是可以還的嘛 可以再還的 所以加起來兩萬多 他要報多少錢 他要報多少錢 黨都把它唸出來 四百五十萬零六千五百四十八元 他包一整年了吧 一年也不用這麼多 桃園市公園一年都被他們包下去了 他自己報了 桃園造勢大會 場地費 至於這邊政治現金 除了這兩筆場地費之外 還有一個 等一下會討論到的 宣傳支出五萬 這非常重要 叫五百萬的 宣傳廣告費用 跟第四筆 叫轉播費 這筆金額很大 有一千零八十七萬 轉播費就一千萬 對 好 那針對這四 你用委託三立轉播好了 針對這四筆款項 十樂公司今天有本台有獨家的 有揭秘了這之後 發現了非常大一個玄機 這十樂公司的生命稿 戴立林裡面有在掛在上面 對 那他的內容其實對民眾黨 對柯文哲很不利 為什麼會說呢 因為他先講說 我們跟尼耀雖然都是獨立法人 登記負責人是同一個 那股東不一樣 你要創意戴立林 十樂股份戴立林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後面我把它码掉 都一模一樣的地方 對 硬要把它切割 十樂這個是準備要去罵一下民眾黨的 你要就是說 我們要幫民眾黨要罵媒體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黑臉白臉 就是這樣意思嘛 好的 重點來了 他這邊總共這二三四 這四段裡面的話 我先講比較法律 稍微輕一點點 反正三段有三個法律折類是不是 對 輕一點點的 就是這個兩場造勢的 這個部分叫活動執行費 而且他強調有發票 然後不是場地使用費 簡而言之他意思是說 有做事情 是幫你辦整場活動 那為什麼寫成場地費 那是民眾黨在有人在打字的時候 那又回到上一題了嘛 也不是我們亂講的 沒有亂講 你自己申報就申報場地費 這監察院公報就這樣寫 網站就這樣寫 所以是民眾黨寫錯 申報不實 或者是你現在在套招所有發票 我不知道 但總而言之我看到標準 就叫做場地費 對 這是他們公開申報內容 所以我們講的 完全沒有錯 那外計是簽合 要監察院蓋章的 好 那第二個 申報資料中 2023年12月20號 新排第五百萬的宣傳廣告費 並非本公司承接業務 蛤 就是說沒有這筆錢 哇 嗨呀 沒有這筆錢 前面的都比較小 12月20號宣傳支出 十樂股份有限公司 五百萬宣傳費用 沒有這筆錢 其他兩個到時候的話 對於監察院來講 他查一查發現 然後就會說 不行 我寫錯 打字的時候 雙方口供對好之後 政治現金罰了不起 就罰錢 沒有人會被抓去關 消失的五百萬 可是你把五百萬搞到消失 這事情就很嚴重嘛 現在這些所有款項 都必須要有會計師去查核的 再一筆一筆去申報過去 會計師在查的時候 會不會去看有沒有發票 有沒有你匯款的紀錄 如果你有看完發票 就看你錢怎麼給的 如果你不是匯款 就是支票 要不然就是給現金 也就是說這筆錢資金 我認真之後才會寫上去 如今十樂公司說 我根本沒有幫民眾黨 我沒有幫克文哲競選團隊 做過這件事 哈利波特有消失的密室 為什麼 小巢總部有消失的五百萬 我舉例了 我假設一個最嚴重的狀況 就是十樂公司開了一張假發票 然後給克文哲 克文哲那五百萬 還放在他的競選辦公室裡面 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還算好的 或者是拿去 如果動了怎麼辦 他裡面拿了二十塊錢 拿去買了一杯紅茶 那克文哲就是貪污競選經費 挪用 你會幫他競選這筆錢 然後到自己口袋裡面 挪用競選經費 這個事情的話 在過去已經有案例了 你說有派例 對 前彰化縣長卓博元 他的弟弟卓博仲 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有這個新聞出來 最後判到兩年 那五百萬少說賺個一年吧 業務侵占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些款項都是專門給你去選舉的 對 所以這個錢就要用在選舉上 對 每選舉沒用完就要繳回國庫 對 政治現金法是這樣規定的 可是如果你把這筆錢 挪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去買馬沙拉蒂 對 買馬沙拉蒂也好啦 自己去喝咖啡也好啦 然後去弄一個 小獅子會費 會費 有的沒的 你只要做一個不相干的用途 或者是柯文哲拿去養自己的人 還是柯文哲的私用 都叫做業務侵占是有刑責 通常會連帶商務會計法裡面 做不實的這些帳戶 會計是也要不要照 對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為現在我完全相信時樂 或是相信尼奧 也證明了什麼 他們爆都亂爆 亂寫 亂寫 他們都亂寫 開票活動執行費 就說不是 是開票的所有的場地 造勢等等的 然後如果是造勢大會場地 別說不是 是活動費 他們全部亂寫 對 他全部亂寫 至終為什麼我們剛剛五百萬會講比較久 因為這些在修正上面 都可以說我們太忙了 太多比了 不小心多Key了幾個字打錯 這些都有機會修正 可是當這個案子變成社會高度 所矚目的時候 只要一有人去告發柯文哲 說他這個五百萬是他自己獨退 因為會計是簽證要憑證的 沒錯 要發票的 沒錯 你現在弄一個五百萬變空缺 現在兩種可能 時樂說他沒有開出這張發票 如果柯文哲的競選辦公室 柯文哲的現在民眾黨 拿出這張五百萬的發票 那時樂倒 對 對 時樂倒 時樂說 我都沒有開過這種發票 都沒有開過這種發票 結果柯文哲現在辦公室拿出來說 否則這張是誰 那就是時樂有問題 第二個 如果時樂真的沒有開 就是說柯文哲拿不出來 那那個會計師有事 會計師沒看到那張五百萬發票 他命又簽下去 那就是會計師有事 所以現在不是會計師有事 就是這個時樂公司有事 你會計師有事 我會計師有事 他應該會計師有事 今天是很常見的 因為你會計師有事 有事 在這個時刻 你會計師有事 為了